为了迎接农历龙年 新竹市政府最近在东门城 还有护城河一带 摆设了硬景的灯饰 好不过其中来看到 这个龙年的主灯 却引来网友议论纷纷 因为第一眼看上去 看起来蛮不像龙的 反倒比较像牛 还有人说 这主灯简直看起来是似不像 赚钱广场一座巨无霸造型灯笼 超显眼 手里还拿着一串贡丸 模样十分可爱 只是明明是龙年 第一眼看起来怎么反倒像其他动物 像什么 他像牛 像牛啊 像牛为什么 看起来就很像牛啊 新年一年到了 各县市纷纷推出龙年灯节活动 新竹市府也在东门城 以及护城河沿线布置灯饰 只是这主灯却遭网友批评四不像 既不像牛也不像鹿 更不像龙 而且外形还用皮肤色 颠覆常人对黄袍龙生的印象 更有人讽刺这是城市美学灾难 虽然如此还是有另一派的民众认为他长得还满讨喜 还满可爱的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喜欢 因为我们新竹市是一个年薪有活力的城市 所以我们打造一个比较 一个可爱的一个版本 希望把我们的城市的一个年薪活力 可以透过这个灯会来做一个展现 陈小树表示 今年新竹市的灯会主题Longestay 融入在地文化和饮食特色 象征新的一年可以满怀丰收 只是灯会才刚登场 主灯造型就先引发热议 解新竹综合报道